现在已经十点半了 我们学生家长给我发消息 说孩子现在还没有到家 今天他上早子一的时候就没来 我今天早子一的时候 给他家长打电话 家长说起晚了 然后迟到了 但是迟到从家里到学校 二十分钟钟到校 他走了两个小时 自己骑着电动车 我问他为什么会坐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到八点多了才能到校 他说走得慢 然后在路上又吃了饭 然后才到校 我说以后不准在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也给他家长发消息 我说孩子如果说不想来上早读 你就给我请个假 最起码我知道孩子在家 现在家长的意见是等着明天再说 我估计他们心里面应该有数 那就等着明天再说吧 明天早上我先去学校 有没有去上早子一 真是不让人省心一点 这个学生的被褥 不是也一直在学校吗 其实我也担心 他是不是还是在学校住 今天晚上 然后我就给值班的领导打电话 也一直没打通 然后到晚上十一点多 然后学院老师给我回电话了 说他还没在宿舍 今天早上上早自习 学校领导又给我回电话了 说孩子现在在班里面 具体去哪儿了也不知道 我现在进班 去问问他情况 帮我把那儿坐着 咱过说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上哪儿生家去的 上哪个通讯家 你上他家去的 你上他家去的 你就这样去他家住了 你不跟你妈妈打个招呼吗 十一点了 你妈妈还给我联系着呢 我十一点还跟他学校领导打着电话呢 你咋想的呀 你这一夜睡的肯安稳 你爸爸妈妈我可以一夜都没睡 我们一夜都没怎么睡 就等着你的消息呢 你不能用黄子豪家家长的电话 给你妈妈或者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吗 能不能 你就是一晚上你不回去 他不担心吗 想想你是不是在宿舍又住了 又上宿舍找你的 知道不知道在宿舍找你这回事 知道 你就是不哼不哼就上他家去睡了 他也同意 你让你父母让我着急了一晚上 知道不知道上哪去找你 今天晚上准备去哪出来 说说让我听听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还准备去他家了是吧 他家长知道不知道 他家长知道都没想过 让你给父母打个电话 让父母放心都没没说这回事 你去他家住的时候 想到你爸爸妈妈在家里面等你没有 想到过没有 想到了就让他们特意着急一晚上是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故意的是吧 今晚上还不准备回家 然后再去上他家住 然后再亮你父母一晚上 是不是 让他们再跟着着急 对不对 你明知道他们急 明知道他们担心 这样你只能折磨关心你的人 你谁也折磨不了 你除了折磨你父母 你还能折磨睡 你出去医院出去多少天多少天 谁担心你的安全 谁会担心你的安全 你告诉我 那你知道你还 你都想到你父母会担心 你都没想过给他们打个电话 跟他们说一声 明知道父母担心 还是不给父母打电话 我过来啊 谢谢 Whenever 走 这agog子 这就是 去 你